不惜下重本 租了這個 而且真的是隔一條馬路就是大海喔 它還可以直接在房間裡面看日落 我現在正對面就是那個 太陽慢慢地前進大海的過程 所以每天早上起床拉開床臉 就可以看到窗外無底的海景 房東把這邊佈置得超fancy的 就有一個很溫馨的感覺 其實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直接從13號出口走到1號出口 尤其是釜山的路又很崎嶇不平 還有很多導盲轉 所以我們都拉新米香拉到快發瘋 今天影片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在韓國住 我這次的住宿都是在Airbnb上面訂的 那因為我來這邊的行程是先到首爾 然後到濟州 接著到釜山 最後再回來首爾 所以首先第一個我先來跟大家介紹 我第一週在首爾的住宿 選了這個在明洞旁邊的 直路四街跟中五路之間的 Weco State 其實我覺得這間 它平格來說也很像飯店 只是它的形式 是很像住商混合大樓 就是它是很像公寓 然後每個人都是獨立門戶的 那我的這一間 它就是一個很齊全的小套房 我現在在玄關 那我進來之後呢 右手邊就有鞋櫃跟全身鏡 我覺得全身鏡真的很重要 因為每天出門都要稍微看一下自己的打扮如何 如果只有半身鏡的話就會有一點小麻煩 然後再走過來呢 這個地方就是它的廚房 雖然小小的 但是也是五臟俱全啦 而且房東他們很貼心 他們就是從鍋具啊 還有到廚具 彈具等等通通通都有附 然後還有一個很好用的熱水壺 因為我很喜歡喝溫水跟泡茶 泡咖啡 然後呢在下面的地方呢 它有附一個洗衣機 這個洗衣機就是洗紅合衣的那種 而且它也有附洗衣巾 我覺得這個也滿方便的 這樣子你就不用在這邊還要自己買 它還有一個超級大的冰箱 它冰箱是上下兩層的 上面這層就是冷藏 然後下面這一層呢就是冷凍 我們這幾天買的飲料啊 全部都冰在這裡面 然後下面這邊很酷喔 這個是晾衣架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打開的 登~~ 超級方便的 然後再來轉一個面向 登登~~ 這個地方就是客廳兼餐廳 它有個超級大的電視 而且這個電視是可以看Netflix 然後旁邊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通靈燈 我們剛來的時候啊 房東把這邊複製的超fancy的 就有一個很溫馨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很讚的是 它的桌子超級大 這樣對我跟Jim這種 Ruline還要用筆電的人來說 就是真的非常方便 那我化妝也在這邊畫 而且啊我後面這個地方 還有藏一個三層櫃 所以我在這裡的很多器材什麼的 就會放在這邊 大家不用全部堆地上很難走路 那再來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床 床的話就是一個雙人床 然後旁邊還有附一個床頭�跟延長線 那這個床呢 我覺得睡起來算是蠻舒服的 感覺是獨立桶的床墊 所以它是有支撐性的 不會說太軟或是太硬 然後枕頭的高度 我覺得其實也還蠻剛好的 就是被子有點厚 因為它這邊的那個暖氣還蠻強的 所以我們晚上的時候 都還是要開一點冷氣 才不會說一直踢被子 然後它旁邊還有附一個 很棒的落地燈 晚上的時候開這個燈 就是整個氣氛超級好 然後床對面的這些系統櫃呢 就是超級大的衣櫃 而且它總共有兩個衣� 所以我們的行李箱是可以放得進去的 我覺得這一點超級棒 然後也有附很多衣架可以掛衣服 然後再來這邊是廁所 我選了一個乾濕分離的 因為韓國有很多的浴室 它都是廁所跟浴室沒有分離 甚至它邊蓬頭就是直接接在 洗手台的水龍頭上面 那這樣的話就會噴得到處都是 這間的話它就是有乾濕分離 而且它有抽風功能 所以其實乾得很快 而且它最棒的就是它的水非常快熱 然後水壓也蠻剛好的 就洗起來很舒服很爽啦 通常韓國它們的毛巾就是會放在鏡子裡面 所以我吹風機也在這邊 我們是幾乎沒有用它們的毛巾啦 因為我不習慣會自己戴 另外一邊就是 通常都是放衛生紙 不過我們已經用完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間其實CP值還蠻高的 因為它不會說太貴 然後長租遊會也蠻OK的 然後它一樓的地方就有一間咖啡廳 而且它對面就有一間Seven 所以我們這幾天就是一直跑那間Seven去買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邊還是有兩個小缺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垃圾要自己丟 就是你要去對面Seven買專用的垃圾袋 你就跟他們說你要trash bag 這樣就可以了 買到垃圾袋之後你就要自己分類 然後下去一樓丟垃圾 比較麻煩的是廚餘啦 廚餘好像有一個廚餘童要輸入 不過這些虛之其實房東在一開始入住的時候 都會傳注意事項給你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而且我覺得這個房東它恢復蠻快的 然後還有這個小缺點就是 這個地方它可以到兩個地鐵站口 椅子路四街的那個路線其實還蠻OK的 就是它的路都很大條也很明亮 但是中午路那邊的話它是在拔好竹口 那它一出來之後旁邊就是一個很舊的天橋 路上就會有非常多那種小小的工廠 所以晚上的時候其實路上蠻沾 而且有點暗 就是女生一個人的話可能會覺得有點不安心 不過它還是可以繞外面的大路走過來啦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小小小要注意的地方 這間如果滿分五顆星的話 我會給它3.5顆星 首先它的本尊跟照片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很乾淨寬敞然後收納空間很夠 而且浴室有乾絲分離很加分 大家在看Airbnb的時候 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看他們的照片 然後盡量要找這種有拍整體的房間照片 最好是各個角落都要拍到 這樣你實際到那間房源的時候差異才不會太大 登登我們抵達 大家這次要在紀州住的民宿了 我這次因為是第一次來紀州 所以不惜下重本 租了這個正對著大海的民宿 而且真的是隔一條馬路就是大海 它還可以直接在房間裡面看日落 我現在正對面就是太陽慢慢的前進大海的過程 藍色跟橘色這樣相間的樣子真是太美了 趁現在還有點陽光帶大家進去看看 進來之後它就是一個樓中樓的結構 一樓的部分就是客廳 餐廳 還有浴室 那二樓的部分就是睡覺的地方啦 我覺得這一棟它最讚最讚的就是 它有一個超級挑高的落地窗 而且從這個落地窗就可以直接看到對面的海 那它整體都是走木質調還有藤邊的室內裝修 還滿漂亮的 而且看得出來有一點把老屋翻新的痕跡在裡面 那備品也是非常非常的齊全 像它有附一個很大的衣櫃 那這個衣櫃裡面呢 竟然還有掛燙機 電紋拍 然後毛巾等等 附非常多的備品 像是乳液 棉花棒 還有化妝棉 廚房的部分呢 它有附飲水機 而且是順熱的那種 所以可以喝冷水也可以喝熱水 然後冰箱也是超級復古可愛的那種 浴室的部分整體是走一個古銅金跟木質調 有點復古復古的感覺 那我們去二樓看看 爬這個有點寂寂寂寂寂寂的樓梯 但還滿穩的啦 很堅固 其實二樓也是有跳高 所以像我170 然後我男友180 都是可以站得很直的 然後它的床是直接在地板上面的 不過它有附電熱毯 床邊的插座我覺得是很讚的 它給了四個 整個就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床的正對面就是一個超大的電視 而且它很貼心 它還有做這樣斜斜的 所以你躺在床上看的 那個角度就是剛剛好 今天是在季州島的最後一天 然後在退房之前 想要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 我住的這間民宿五天四夜的想法 首先我覺得這間民宿它的採光真的超級好 白天的時候只要把窗簾打開 大片的陽光就會落進來 只是很可惜我們這幾天都是陰雨天 所以就是只有光照進來沒有陽光 不過也因為它是落定窗的關係 所以從外面其實可以把裡面 其實可以把裡面的窗簾放進來 全部看光光 如果有一些比較注重隱私的朋友 可能就還是要把窗簾拉起來 來沙發這邊坐著 可以看到我坐在沙發這邊 那個採光還是超級好 然後我覺得這邊其實大致上 住下來都滿舒服的 從很多小細節啊 都可以看得出房東非常用心 它就會附很多 沒有也沒關係 但是有的話就會很加分的小東西 它的盥洗用具 廚房用具等等都非常非常的齊全 然後房東的回復速度也算還OK 就像我們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發現沒有冷氣的遙控器 所以就私訊它 它就是當天就馬上放在 我們外面的玄關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它有化妝台這一點 真的是很讚 因為你知道女生出去玩嗎 就是一定要找一個地方 有鏡子可以化妝 不然可能要坐在地上 然後東西灑落一地化妝 然後再來我覺得它 對我們這些旅行 然後愛喝水的人很方便 就是它有一個陰水機 所以我們就不用用我們自己帶的濾水器 我們就直接用它這個水就可以了 然後每天就可以泡咖啡、泡茶 不過它也是有小缺點啦 像它雖然空間還算蠻大的 但是它沒有一個可以掛毛巾的地方 所以後來我們不管是曬衣服還是曬毛巾 都是曬在椅背上 或是曬在二樓的那個欄杆上面 然後再來我覺得它的那個浴室 浴室真的是有點小扣分 裡面覺得是沒有完全封起來 只有一片玻璃擋住 然後再來它的浴室是放在最裡面 然後只有一個小小的窗戶 而且它的換氣扇好像也不是很夠力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就會 到處都弄得濕濕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浴室沒有垃圾桶 因為我剛好這幾天MC來 所以我就只好把衛生棉捲好 之後拿到外面的垃圾桶去丟 對 就是這幾點有點小不方便 然後雖然有這些小缺點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改我住宿的體驗 然後我覺得這邊還是住起來很棒的 感覺夏天的時候應該會超級熱門的 滿分如果五顆星的話 我應該會給這間... 四顆星 就是比我們上一間住起來的感覺 還要再更... 有渡假感 然後更舒服 只是浴室真的要放垃圾桶啦 呵呵呵 儘量要找這種描述非常詳細清楚的 越願意把這些東西詳細列出來的房東 他處理問題的速度會越快 然後你們也可以事前先 傳訊息給房東問問題 看他回應的速度 來決定要不要租這間房源 第三間就是我們在釜山的住宿啦 這次釜山我們是住在中央站 就是靠近南浦洞 那個樂天百貨附近 那這次選的就是一個海港的房間 然後一樣也是選這種套房格局 首先玄關這個地方就是一樣 會有鞋櫃還有全身鏡的標配 經過這個玄關就會來到廚房 我覺得韓國的Airbnb 他們很多都會是這樣子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一字型的廚房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很大的冰箱 這冰箱超級好看的 我好想要我自己家裡也放一個 然後一樣是上面是一般的 下面是冷凍 一樣有附熱水器跟一些杯碗瓢盆 還有因為都是可以自己在家吹煮嘛 所以他有附調味料跟鍋子 然後也有附洗衣機 不過這間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紅衣功能 他就只能洗衣服 如果你有常住 住超過三到五天以上的話 他就可以跟房東講 他就會給你洗衣球跟肉軟筋的小包裝 然後還有晾衣架 就可以自己在房間裡面洗衣服 然後他這邊是有一個拉出來的桌子 然後轉一個方向過來 這邊也有一個超大的全身鏡 然後還有我們第一天進來的時候 他這個角落有放一個熔蠟燈 然後在全身鏡的旁邊 就是沙發的部分 家具整體都是走一個木質調 其實他的那個空間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寬敞 但是就會覺得說他這麼寬敞的話 我都只能坐在地上化妝 如果天氣比較冷開地熱的話 我的化妝品跟保養品放在地上就會 沙發對面就是超級大的電視 然後我們有試過都是可以看的 然後再來就是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 這個床它就是直接放在落地窗的旁邊 所以每天早上起床拉開床臉 就可以看到窗外無敵的海景 只是有點可惜 因為我們對面就直接蓋了兩棟大樓 所以稍微有點擋住 不過還是可以從縫隙中看到船 還有就是太陽照射在那個 水面上面撥光淋淋的樣子 還是很漂亮 然後因為這邊的窗臉是用半遮光式的 所以每天早上我們都會被亮醒 我在這邊住了一個多禮拜啊 每天早上鬧鐘還沒想我就醒了 因為實在太亮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好像 對我的睡眠品質比較好一點 只是Jim就很不習慣 他每天早上都覺得 然後這件一樣也是半乾濕分離 可以稍微隔絕一點點水氣跟霧氣啦 但是地板還是會用得濕濕的 然後背品都算滿齊全的 我覺得它地點算 大概如果滿分五顆星的話 是3.5顆星的方便 它的外面就直接是中央站1號出口 只是因為中央站要走很遠 才會走到搭地鐵的地方 剛好我們住的這邊 1到8號出口 只有8號出口有電梯 所以我們就要等於說要走很遠 其實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直接從13號出口 走到1號出口 超級無敵霹靂遠 尤其是釜山的路又很崎嶇不平 還有很多導盲轉 所以我們都拉行李箱拉到快發瘋 但它附近就是有很多公車站 而且用走熱就可以到熱天百貨 然後稍微再走遠一點點 也可以到biff廣場 所以其實如果行程很多 在南普洞這邊的話 是還滿方便的 只是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很多釜山的行程 都要在西面站轉成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後來覺得 如果你不是一定要有海景的房間的話 來釜山可以住西面 或是你也可以住海雲台 那邊的海景也會更漂亮一點 它就是那種沙灘式的海景 除此之外 我覺得其他房源裡面的東西 都算還滿方便的 然後它的一般垃圾可以放在房源裡面 但是回收要拿到樓下去丟 那如果是整體房源的評分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應該可以給到 我覺得它的位置真的有點太遠啦 但是其他就是都很方便 再來它的CP值也算滿高的 一個晚上1600 然後就可以住到一個很寬敞的房子 那就給大家參考囉 這間最大的問題 應該就是它離地鐵站 看似近 但其實要走非常遠 那其他的其實都還滿舒適的 價格也不會說超級貴 請忽略我的素顏 請忽略我的素顏 今天是我們在首爾的最後一天 所以稍微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間租屋處 這間是住最久的 住了一個月 首先玄關的部分進來 就會有一個全身鏡 然後房東還很貼心有附穿鞋的這個 然後鞋櫃的部分啊 房東把它貼起來 所以我們都沒有使用 進來之後右手邊就是廚房 因為這個地方啊 房東他們好像偶爾會來住吧 所以其實有很多他們自己的一些私人用品 腕瓢盆啊 杯子啊 都很齊全 然後也有抹布 拆瓜布 洗完精等等 然後下面一樣是有那個洗衣機的標配 但是這個洗衣機就沒有紅 所以我們都要自己晾 韓國人他們都在家裡晾衣服 所以他們都會有這個收納式的晾衣杆 就可以直接打開來晾衣服 上面甚至還有吐司機跟咖啡機 還有飯鍋以及微波爐 然後再來呢旁邊這個是冰箱 冰箱一樣也是上面是冷藏 下面是冷凍 衣櫃也是蠻大的 有附掛湯機 然後還有宜架等等 轉過來 就是客廳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沙發 然後有放在桌上的電視 然後旁邊就是梳妝台以及採光非常好的窗戶 看出去呢就直接是合景 就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現在天氣怎麼樣 然後看到河濱公園有人在慢跑 賽車曬得很嚴重之類的 然後呢這個地方還有一個超大的全身鏡 這邊就到處都是鏡子 有兩個全身鏡還有一個梳妝鏡 房東還有附一個小小的化妝鏡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就這個小小的化妝鏡 所以其實化妝起來都很方便 也有這個臨時的掛衣架 然後它這邊是一個樓中樓的結構 所以走上來呢 就是睡覺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床啊 躺起來有點讓人腰痠背痛 不知道是因為太軟還是太薄之類的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睡有一點厚度 然後高一點的枕頭 但它的枕頭有點太低 不過它棉被很舒服 然後它整體的那個地暖 還有溫度控制什麼的也很舒服 熱睡也很快就可以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住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唯一的缺點就是地點太偏遠 它的位置在嘉山樹馬園區 已經有點半郊區的那種感覺 附近全部都是那種很大的公司啊 運輸公司等等 甚至你下地鐵的時候 還要走15分鐘才會到這個地點 所以我後面這個月啊 每天的平均步數有 一萬三千步 這是太誇張了 就每天都一直在走路 出門要走一次回來又要走一次 再加上因為嘉山樹馬園區 其實離各大景點都有點距離 所以像是我們到江南就要花40分鐘 到每個景點其實都要一點通車的時間啦 這是我覺得它最大的缺點 不過如果你是來這邊附近工作 或是你學校在這附近的話 我覺得住這邊的CP值蠻高的 因為它一個晚上才1400多塊 不到1500 所以我們住這樣一個月下來 它總價才48000 如果有查過韓國大學住宿的話 那其實也差不多是四五萬左右 所以在這邊住一個月 跟在大學宿舍住一個月的價錢 應該不會差很多 然後你又可以一個月擁有這麼大的空間 然後我覺得這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個小缺點 就是因為它是房東他們自己的房子 然後他們自己也有留一些私人用品在這邊 所以它的生活感就很重 比如說像它的熱水壺我就不敢用 因為裡面還會有一點點水漬 因為你知道有點像去住親戚家那種感覺 但是好處就是它真的什麼東西都有 它有一個小小的儲物間 裡面就是所有的備品啊 像是衛生紙啊 飲用水垃圾袋等等 全部通通都有 然後有問題也可以隨時 在Airbnb上面跟房東講 像我就是跟水非常的有緣 我這次就有遇到浴室的洗手台 它下面的管線直接因為生鏽所以脆化 整個掉下來 我那時候就馬上聯絡房東 他們30分鐘內就敢來處理 就是非常的快速而且很親切 然後他們就把管線全部換行之後 就再也沒有問題了 我覺得住起來就是舒服方便 只有交通不太方便而已 那如果要給這間住宿評分的話 3.5顆星左右吧 因為我個人真的很懶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最大的硬傷 就是它的位置太偏僻了 然後有些人可能會小介意 就是有生活感這件事情 但我個人跟Gym是還好 所以我們就覺得 算是CP值蠻高的一個住宿 那這個就是最後一間的房源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這間比較適合給那種需要常住的人 因為它的價格真的還蠻便宜的 但缺點就是真的離市區太遠 不太適合短期來旅遊的人 然後我覺得最後一點非常需要注意的 就是你們一定要看Airbnb的評論 盡量找評論數比較多的 如果它真的沒有評論的話 你也可以去點房東的頭像進去 看看它其他房源的評論 以上就是我這次在韓國50天的所有住宿啦 然後也有分享一些我在租Airbnb的時候 會注意的小細節給大家參考看看 那老樣子我會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你們記得要去點來看看唷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小鈴鐺才不錯 拍片通知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洗手台的... 洗手台的那個... 洗手台的... 那個叫什麼? 臉...水龍頭 對 洗手台的水龍頭上面